次次に現れるこの国の色彩は 勤来日本人气女性常泽雅美 担任台湾观光大使 最新影片曝光 以发现色彩 遇见台湾为主题 要介绍台湾的美 但台湾美景这么多 年度七大打卡设定出炉 这些景点你Cash到了吗 印象中的小学操场 是什么颜色呢 像这所学校有红 橙 黄 绿 篮子 六种颜色 让它成为新的热门经典 细节的白云国小 跳脱传统的红色 打造彩虹跑道 白云配彩虹深受小朋友喜爱 孩子爱死这个跑道 他们很喜欢奔跑运动 就像越小的孩子 他会想我要跑蓝色的跑道 还是要跑红色的跑道 另外想要远离都市清静一下 那么北投农城寺的水月道场 绝对是首选 他已搅在水里 浮在水面的建筑设计 让他在打卡热点上 占有异席之地 他很多的IG打卡 建筑的感觉 跟在IG上拍起来的比较不一样 对 现场看的比较漂亮 艺术细型又觉得很特别 跟IG上的文艺作品不一样 另外在景观像是台中嘉明湖 宜兰殷石间 瑞芳的橡皮岩 双西的杰墨公路 和阳明山的军舰岩 也是榜上有名 喜爱外派的民众 赶快在年底前去朝圣一下吧 记者 华英凡 李永静 台北报道